哈喽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一枝残残 说到日系穿搭大家会想到什么 好价分 或者是甜美可爱一点的 其实我在东京学服装设计的时间里 所看到的日系穿搭其实更多是一种多元化的风格 所以这一期视频呢 就是我初秋一周的不同风格日系穿搭 视频里的大部分单品都来自 日本第一时尚电商平台ZoZo 最近我就很喜欢这种秋冬感的奶茶色系搭配 所以私心把它放到了周一 这件米色针织上衣胸前的绑带设计 让这种纯色单品也充满了亮点和设计感 米色和坨色这种比较低饱和度的色系 其实很容易营造高级感嘛 像初秋的季节的话 搭配小白鞋看上去会非常的干净清爽 这一套就是比较随性休闲的感觉 这件薄薄的网纱打底弹性真的超级好 颜色也是这种天空色的渣染的感觉 外搭的这个背带裙带子是这种不对称的设计 两边都可以进行调节 像刚才第一套look那样 内穿和现在外搭都很实用 像这一套我搭配了一个这样的小蓝包 也可以呼应打底的蓝色 让整体的色调更加活泼一点 周三可以稍微放松一下 选择这套look也会更偏元素街头感一点 出车的衣柜最不能少的就是这种超级舒服的长袖T恤 长长的袖子穿上就非常有安全感 像这种宽松的长梯对于小个子女生来说 避免压个子的重点就是一定要明确腰线的位置 我加了一条这样子街头感的腰纷之后 是不是感觉比例就变好了很多 周四这是很想淑女的一天 这条小裙子的色系和花纹 真的很有复古vintage的感觉 群长也是我很喜欢的长度 像我小腿会比较粗一点 这条就可以很好遮盖住我弱弱的小腿度 像有时候早晚温差比较大的时候 就可以叠穿一个浅色的毛毛马甲 保暖又能增加层次感 周五的话把这条连衣裙敞开穿 其实就是一件复古的分衣 毕竟叠穿才是秋冬穿搭的精髓 像内搭上我就选择了最简单的 短款的白色吊带和高腰的牛仔裤 这样既可以拉长腿部的比例 像这种超级垂绝感的光泽面料 还可以帮助你抢好你的小肉肉 像领部的这个小袋子 其实是一个可拆卸的设计 既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腰部的装饰 也可以作为一个发带来使用 这样也可以增加整套look的趣味性和完整度 到了周末当然要去放松一下啦 和朋友出门穿点色彩活泼又舒服的毛衣 当然是最好的选择了 这件毛衣的袖子会比较长 穿上就很有安全感 面料是一种长长的拉毛 摸上去就毛绒绒得特别舒服 像这种短短的版型 搭配高腰裤就可以很好的修饰比例 小个子也可以穿出街头辣妹的感觉 搭配的这个小包包也是蓝色系的 这样同色系的搭配也是特别不容易出错的选择 没有想到这一次在dolot上淘到单品完全没有踩雷 大部分的面料质感和细节设计我都还蛮喜欢的 源自于日本最大时尚电商购物平台 Zozo Town 日本只有包油包税 没有灵感的时候 我也会去借鉴一下APP首页穿搭日记里面 日本时尚博主的搭配思路 如果是喜欢日本品牌或者是日系穿搭小伙伴 可以去关注一下哦 那我们下期再见